2024如果在野黨分裂 是否等於保送賴清德 兩次初選落敗就翻桌的郭台銘 四處找人看海或結盟 但柯文哲這麼說 郭台銘不是拜觀光了嗎 我說他可能拜的是曹操吧 現在人人必知唯恐不及 除了諷刺郭台銘 柯文哲炮護民進黨抗中過頭 兩岸坐下來談前提是這種 綠色執政貪腐重生 柯文哲是否會和國民黨 搭配參選組反彈大聯盟 在野勢力如果不團結的話 會保送賴清德嗎 所以每次在講說 船道橋頭自然指 我覺得大家再跑一兩個月 看看局勢變化 我們要團結所有人的力量 在野反彈勢力怎麼整合還充滿變數 記者楊潔王志恆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繼續在看 大家看見 我們再次看見 굳 會試看 我們會再次看 我們會再次看 再次看 我們會再次看 我們會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